谢谢 总裁中国国际电视台 相信实行这个分区分类的管控 会有人员有少量的流动 那么请问对于防范区的人员 有什么具体的管理措施 谢谢 好 谢谢你的提问 从昨天开始 我们上海也是根据核酸检测的结果 划定了一批分控区 管控区和防范区的名单 实施分区分类的差异化的防控 我特别是经历了这一段时间的风控以后 大家都想出出门 偷偷气 买点菜 买点药 或者是就医等等 我们确实都非常的理解 也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如果出现大量的人员的无序的拒绝 这也会对我们当前的疫情防控 带来很大的隐患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防范区它不是放飞区 这一点我们头脑要非常的清晰 同样的管控区封工区那更加不是了 那么在防范区 特别是刚才我们记者朋友提到这个问题 就在防范区我们还是要坚持强化社会面的管控 严格限制人员聚集规模的这个策略 非必要不外出 在居住小区内活动为主 如果确实要外出的 可在防范区所属的街市内活动 不得流动到风控区和管控区 那么对比林地区有较多的风控区 可能产生聚集性风险的区域呢 各个区也可视情强化管控措施 这个也是为了更加的巩固我们的防范的成果 那么防范区内的人员呢 一般落实是一周两次的抗原检测 我们也提倡我们的居民朋友啊 这个院检进检进行核酸检测 那对因就医等却需要外出的人员呢 全程要做好个人的防护 充分的发挥好我们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和互联网医院的 这么一个作用和优势 我们倡导呢 这个线上就诊线下配药 那如果啊 在防范区出现了这个阳性的感染者呢 该居住小区和自然村啊 单位场所将动态调整为封控区 落实相依的管控措施 其实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呢 我们还是我们的市民朋友啊 要这个自觉的遵守 相互的提醒 共同来守护 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么近期呢 上海严格落实封控管理 持续开展筛查 我们的广大市民啊 都普遍的为之了 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啊 也忍受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不方便 那么我们大家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啊 就是早日回归如常的生活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 我们一起啊 再坚持一下 再自觉一些 那么这个真正放飞的一天 就不会太遥远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